八歲男童滿臉都是血 眉毛上方出現長長的撕裂傷 松衣被縫了六針 雄氣竟然是公園裡的迷宮 牆壁年久失修 馬賽克瓷磚部落露出水泥 呈現鋸齒狀 十分銳利 放眼望去瓷磚缺漏 數都數不清 週末假日有家長帶兩個孩子 到南投中心新春踏青 受傷的八歲男童 在跟哥哥玩耍時 不小心撞上迷宮的牆腳 頭部不停流血 家長氣得把傷勢兆頂望 想知道負責單位是哪邊 為何放任遊戲設備 嚴重損壞也不修理 我們這邊每個禮拜都有巡檢 然後我發現有一些 不正常的一些設施 我們馬上立即改善 國發會回應 將會立刻修繕郵具 也暫時性封閉 因為已經不是第一個小朋友 在這裡受傷 家長也要多注意孩子狀況 以免出事了心疼不已 記者 作文獎回聲部 李雲杰 南投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